男女交往追求女人最管用的五句烧话 是按肉麻但却很有用 1.我不喜欢这个世界,我只喜欢你 这种口号是文艺青年最常用的口号 别担心,如果你追求的女孩听到了这句话 无论你是否喜欢读书 只要她是一个女孩,一个懂事的细胞 都会被这句话感动 当她均入爱河时,每个女孩都是小女孩 你希望男孩子们能对自己表达浪漫的爱 这句话是最合适的 你告诉她虽然你不喜欢这个世界 但你对她的印象很好 换句话说在你心中,她比世界更重要 你说哪个女孩,你不会快乐吗 2.你今天真漂亮 每个女人都爱美 她喜欢听别人赞美,尤其是她爱的男人 如果你能对她说你今天真漂亮 然后她会很高兴,因为她是为你打扮的 听你这么说,她很高兴 更重要的是,你的肯定会让她觉得她所做的都是值得的 这将激励她继续给予你 3.再见到你之后,我只想和你一起度过余生 这个句子实际上是句子的前半部分 在遇见你之前,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女人 当我遇到你的时候,我只想和你共度余生 这种鲜明的对比对妇女来说是很动人的 女人不想成为男人的第一个女人,而是最后一个 因此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承诺会在她的脑海里留下一个潜意思 让她觉得你对她来说特别的,然后给你一个好印象 4.我养你呀 这句话是男人对女人最好的情话 这不仅是电影和电视剧里的一句情话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很朴实无华 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男人对女人的爱 5.你不在我身旁,我整个人都开心不起来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会很充实,会很快乐 脸上一直露出微笑 每次当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你都会傻傻地笑 你会对她说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 但是当你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很不开心 不管这个笑话有多好笑,你们都笑不出来 你总是觉得缺少了什么 你希望她来找你,和你在一起 当你告诉她没有你在身边,她不会快乐 她笑着说,她觉得你很依赖她 她觉得你离不开她 她愿意被你调戏,她迟早会属于你